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我的邻居韩国老奶奶家的后院 今天来拜访她 看看她的花园 每个季节呢 花都不一样 眼前这些漂亮的 poppies 这是一年生的,多漂亮啊 有一米多高 看一下她小院的全景 然后再看一下细节 这是Sweet William 颜色很多 之前我也有过 但是呢,因为它容易倒 我就给 挖掉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它是拿一个铁丝呢 环绕了一下 看起来也蛮不错的 这个也很好看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有很多一年生的草花 和大量的多年生 这是金鱼草 它的颜色很多样啊 这个也是poppies 后面是蔬菜 整整齐齐 是不是规模很大呢 你看这些是 Lattice Carrots 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Lattice 它在花园的时间呢 特别多 每种花呢 都打理得很好 长得非常漂亮 Blanket Flower 我是嫌弃它 那个直立性不好 但是在它这里 长得似乎挺好的 可能是我的肥料 也不够多吧 它这里的东西呢 真的是长满了 而且样样都长得很好 可能水肥充足吧 打理的时间比较充分 你看后面野蛮生长的植物 也很好看 蔬菜也都长得很好 这么多蔬菜 虫子看起来也不多 这个 这是 Garlic 这边有一个小的Garden Shed 它这什么东西 都是自由生长的 但是都长得很好看 连小野花都觉得很漂亮 要是我的话早就拔了 你看这个百合 叶子怎么这么细小啊 花苞倒是很大 它说这是Easter Lily 花苞是粉色的 但是打开以后呢 是白色 什么都是成片成片的 这些盆栽呢 天气冷的时候呢 会拿回去 包括这个Geranium 看到后面的石头垒的 那个墙壁吗 我上一次来 去年的时候呢 它正在开工 当时呢 垒了这一边 现在又加了 一节 两节 三节 现在又加了这一边 整理起来 你看多好看 这个石子路呢 也是这两年一点一点修的 有个小椅子 从这边呢 坐下来呢 可以欣赏 花园的景象 中间是我女儿 好开心 Sarah say hi 这是院子的另外一边 她每年呢 都种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瓜 你看这个叶子有多大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今年呢 她种的这个豆角 是我往年没有见过的 这是新的 这个花很漂亮 她说豆子呢 是黑色的 具体什么豆子也不清楚 但是这个花真的很大 它后面呢 可能这个豆子呢 有很多虫 它在后面呢 搭了那个湿纸巾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黄色 喷了那个neem oil 这个味道很重 往这一走 我都被熏得够呛 她说 搭了这个 喷了neem oil的纸巾以后呢 那个racoon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呢 就不来了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把我都熏得够呛 但是这个花真漂亮 这儿 还是这个 poppies 鲸鱼草 你看这个呢 也是一种百合 但是具体什么类型的百合 我就不明白了 因为它呢 上面呢 有这个黑色的 像果子一样 刚才我女儿在问我 百合怎么会长 berry呢 我也不是太了解 真的好奇怪 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是那个 中国的卷丹百合类吧 我觉得有可能 我记得 去年还是前年 我记得以前 好像是见过 我现在不太想得起来了 这个deck旁边呢 有一株玫瑰 长得很好 现在开得非常好 红色的 它说 有18年了 你看 有多大 我给你稍微远一点 现在开得非常好 它的颜色呢 是正红色 好看 这个狐狸手套 很特别 里面这个斑点呢 就很吸引我女儿 她蹲在这儿 看了半天 从这个小镜呢 就到了前门 它的前门 前院呢 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是从 这个角度 看前院 等一会儿呢 我换个角度 门前呢 也是种碗了花 同样 也是要什么 有什么 什么种类的都有 密密麻麻的 但是它的总体规划 也是很好看 有一棵金银花 好香好香 这是那棵老树 每年 这个树旁边的 景致呢 都不同 都会有变化 这是车道的 这一边 车道的另外一边呢 也很好看 有一个玫瑰拱门 同样也是 什么都有 这树玫瑰也很好看 不过只爬了一半 有一棵牙卡 它的这个 baby breath 长得很好 花很大 橱菊 绣球 后面是一棵紫藤 好了 这就是今天 韩国老奶奶的花园 很多花友呢 都非常喜欢 它的花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